消委會去年接獲超過3萬宗投訴 創五年新高 按投訴類別 與旅遊相關的投訴最多有5300多宗 比前年上升超過一倍 大多數涉及機票問題 其次是醫藥和健康設備的投訴 超過九成半和口罩有關 由前年只有7宗 大增至近3000宗 主要投訴網救平台功課言誤 另外也接獲13000多宗 和網救相關的投訴